好,同学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继续讲解N1考前辅导的听解部分 我们之前上过了第一道题的两个部分,讲了两个场景 那么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解N1部分的第一道题,课题理解题 提到的两种办法,一个是 那么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说了这样的题目之外 还可能如何来针对这些进行提问 还有它提示的场景和地点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化没有 之前我们说有的时候提示你场景,有的时候提示人物关系 也有的时候双方共同出现,也就是第三种情况 就是ホテルで男の人がフロントに電話しています 所以地点就是ホテル 然后人物关系就是お客様とホテルの人 客人和前台的人 或者会社で男の人と女の人が話しています 那么在公司地点就是公司 然后人物关系就是男の人と女の人 也就是同事 同僚 这样的时候提示了时间,提示了地点 也提示了人物关系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一下 分析一下可能会说到什么样的事情 比如说像这种ホテル的话 客人和前台之间,那很可能就比如说预约啊 取消预约啊 钱啊等等这样的事情 那么公司里呢 两个人之间,可能就比如说收到明天的会议啊 接下来这个报告啊 等等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你可以事先做一个准备 那么还可能如何来提示你呢 不单单提示了地点 还可能提示你一个重点 是什么 比如说 病院で女の人が患者の男の人に 薬について説明しています 在医院里 这个男的女的 肯定是医生 对患者进行药的说明 那么关于药的说明 我们能猜到的可能就是 这个药每天吃几粒 那个药每天吃几粒 吃法的问题 下一个提论说 男の人と男の人が ボランティアの清掃活動について 話しています 那么重点呢 就是ボランティアの清掃活動 关于这个ボランティア的清扫运动 那么能提到的清扫运动 可能什么 你准备的用具啊 比如说是扫把啊 手套啊等等 或者是什么时间啊 类似于这样的话题 可能会出现在我们接下来的 说的这个原文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呢 既提示了话题 也提示了人物关系和地点 这样的时候呢 你听到了先做一个心理准备 场景呢和之前是一样的 学校呢还是这些事 公司呢也无非还是这些 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每道题的可能提到的场景都差不多 那么提问问题呢除了说 问まず何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我们还可能如何去问大家呢 还有下面这几种问法 比如说何を送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把什么东西送过去 那么这一定是几个东西之间进行一个选择 还有呢 どのテーマで発表しますか 用哪一个テーマ来进行发表呢 那肯定是レポート的事情 或者発表的事情 还有 何を買いますか 买什么东西 到底买哪一个 还有呢最后一个 客室係にどんな指示を出しましたか 出しますか 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指示 就是一个选择 一二三四四个选项 一般是东西上的选项 或者是题目 这总归是一个客观的东西的选项 让你一二三四去选 要注意的是呢 日本的说话习惯 这种听力的出题习惯是这样的 一二三四每个都说到 然后呢 他会主角会纠结半天 会迷茫 迷うかな 本当に迷いますよね 然后最后会来一句话 やっぱりそれにしよう 我们就会很迷茫 哪一个呀 他说那我还是这个吧 到底是哪一个呢 再说やっぱりそれにしよう之前 他一定会给你一个理由 也就是说针对四个选项 他都会进行说明 各有各的优点 各有各的缺点 所以呢你每次听的时候 听到一个选项 就把他的优缺点记下来 听到什么就记什么 记下来之后 他在やっぱり的时候 一定会给你一个理由说明 比如说红色的怎么样 绿色的怎么样 白色的怎么样 他说呢 啊还是这个吧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他一定会给你一个理由说明 这个理由说明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做这种四选一的题目啊 就是你有四个选项 选哪一个买 还是送哪一个 用哪个题目的时候 他都会有选择 那么他一定会有一个类似 やっぱり さすが 这样的词来提示你 那么这样的词 他一般要么先说理由 要么先说选项 总归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重点所在 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听到理由的时候 你就能排除其他的三个选项 如果你就这么听的话 是排除不了的 所以呢 边听边记 我们听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 唯一的做法就是边听边记 这个词我没听懂 没关系 听到什么记什么 你把发音用假名记下来就可以 而且你也不用把每一个字都记出来 记重点词就行了 就是记住了这些重点 你自己能看懂你的笔记就可以 你不需要给任何人去看 用中文记也好 用日语记也好 哪个块写哪一个 自己随手画下来 你哪怕画一个图 你自己能认识就行 回头再说过 再说到这个选项的时候 你知道你自己画的是什么意思 那就可以了 不需要把原文一字一字的记下来 我们在做练习 在家里在做练习 听力准备的时候 你可以去听原文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一字一字的去记 这叫精听 听力呢是分为精听和饭听的 饭听呢就只要抓重点句 精听呢就是每一个字都听出来 那么听每一个字都听出来 在前提是你有大量的时间去做练习 是为了磨练你听力的感觉 你一字一句的去听 听完了写 那么如果在考试当中 你就不需要这样去做了 因为没有这么多时间 你只需要记重点单词 自己能看懂自己的笔记就可以了 我相信每位同学呢 在平时的学习过程当中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笔记体系 这个呢没有强行的规定 你一定要这样记 一定要那样记 只要你自己习惯就行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说呢第一个期 我们来看一下林喜安生呢 有四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呢是 新商品の説明文を作成する 就是写一个新商品的说明书 二呢 表紙のデザインを変更する 改变一下包装的设计 三 品質管理について調べる 这个调查一下品质管理 四 原稿を印刷会社に送る 把这个原文送到印刷公司去 好 那么估计呢 还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么我们来听听重点句在哪里 金牌未考 新日本语能力考试N1 考前对策加模拟测验 由华东理工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录制出版 一番 会社で男の人と女の人が話しています 女の人はまず何をしますか 今年の新商品の展示会が来月に迫った期間で カタログの準備に取り掛かろうと思っているんだけど はい 去年の資料を土台にして作るとして カタログに載せる今年の新商品の説明のところ 文章を新たに作らないとね はい うーん 表紙のデザインが古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んで これを機に表紙の写真を変えたらどうかって思っているんだが 新しい研究所がある 長野の風景を使ったらどうでしょうか なるほど きれいな環境の中で製品の品質管理に力を入れているところ 打ち出したいところだしね じゃあその方針で進めるとして デザインについては印刷会社に案を出してもらうとしようか 担当は佐藤くんが責任だな 手配は彼に頼もう で、商品説明のとこは君にお願いするよ はい 次の会議で検討するから それまでに頼むよ でも原稿を取りまとめて印刷会社に送った後も チェックや修正に時間がかかるからな 急いで取り掛かろう 女の人はまず何をしますか 好 她的問題呢是 女の人はまず何をしますか 女生首先要接下来做什么 同样四件事情 每件都提到了 而且到最後才把关键的词说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原文 会社で男の人と女の人が話しています 女の人はまず何をしますか 首先接下来她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好 我们来看 关键局在哪里 今年の新商品の展示会が来月に迫ってきたんですけど カタログの準備に取り掛かろうと思っているんだけど 我们要準備这个カタログ 就是这种商品手册了 商品说明 去年の資料を土台にして作るとして カタログに載せる 今年の新商品の説明のところ 文章を新たに作らないとね 所以我们这个新商品说明一定要做了 好 提到了第一个选项 はい 是不是女生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 这里没有提 先放一放 继续往下面看 表紙のデザインが古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んですね これを機に 表紙の写真を描いたらどうかと思っているんだけど 提到第二个选项 这个包装紙的新的设计 是不是要重新做一下呢 好 新しい研究所がある 長野風景を使ったらどうでしょうか 我们有新的研究所 我们就用这个 长野的风景作为一方面怎么样呢 なるほど きれいな環境の中で 製品の品質管理に力を入れるとこ 打ち出したいところだし 好 这边呢提到了第三个选项 品質の管理 但是呢 完全跟我们的这个 女生要做的事情没关系了 这是男生说的 说呢 我们想突出的就是我们这个 品质管理非常严格 打ち出したい 就是想突出的地方 所以呢 3直接排除 それじゃ その方針で進めるとして デザインについては印刷会社に案を出してもらうとしよう 担当は 佐藤くんが敵人だな 担当 就是负责 谁负责呢 佐藤くん 不是女性负责的 所以 第二个选项 デザイン也排除掉了 好 继续 手续就拜托给他了 で 那么 提示词给你了 では で 商品の説明のところ 君にお願いするよ 关于商品说明 我就拜托给你了 所以呢 照期的正确选项 这一句话就提示出来了 那么 商品说明 那又是第一个选项 才是 商品の説明文を作成する 这才是正确的一个选项 二呢 变更 拜托给 サトウ了 三呢 品质管理呢 根本就不用做 好 最后一个呢 最后呢 的确提到了 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说 谁来做 所以呢 女性先做的是什么 先把原稿写出来 然后呢 才能一起送到印刷公司去 所以照期的正确答案就是 一 那么 真正的关键句就是 で 后面的这个关键句 清了半天 终于又回到了这里 每个都清到了 每个都没有排除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不要急 最后他一定会给你一个 最后的正确选项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道题目 也是四个题目 说 事先做一个登记 二呢 川の生物にしついて 調べる 关于河流的这个生物进行调查 三呢 塗れてもいい靴を用意する 准备一个可以湿的鞋 四 ゴミ袋と手袋を用意する 准备垃圾袋和手套 看这个四个选项 完全无法预测 他到底在说什么 我们来听题目 二番 男の学生と女の学生が話しています 男の学生はこの後 どんな準備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三呢 環境保護ボランティアのサークルに入っているんだって 僕も何かやってみたいと思っているんだけど ど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いるの うん いろいろ ああ 来週の日曜日 川の清掃活動があるから来てみる うん 行く行く でも いきなり行っていいの 事前に登録するとか 読んでおく資料とかないの うーん 特に何も 当日集まったら まずみんなでその川の生物について 簡単に説明を聞くの で その後 実際に川に入って 観察しながら ゴミとか気管とか拾うんだ だから 濡れてもいい靴で行った方がいいよ じゃあ 長靴かなんか買わなくちゃ あと掃除するんだったら ゴミ袋とか手袋も持って行った方がいいよね あ そういうのは サークルの方で用意するから 大丈夫だよ そうなんだ どんな感じなんだろう 楽しみだな 男の学生はこの後 どんな準備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好 但是 思っているんだけど どんなことやってるの 我也想做点 何も 你在做什么な いろいろ 各種各樣的 来週の日曜日 川の清掃活動があるから来てみてる 下週 我們有一個清掃活動的工作 你要不要來看看 行く行く いきなり言っていいの 事前に登録するとか 読んでおく 読んでおく資料とかないの 第一個選項出來了 是不是要事先要做一个登記呢 特に何も 这就是没有的意思了 第一個選項排除掉 当日集まったら まずみんなで川の生物について 好 我们又听到了第二个選項的关键词 川の生物 关于河流的生物呢 簡単に説明を聞くの 但是他说的是説明 所以第二個選項也排除掉 で そんな後 実際に川に入って観察しながら ゴミとか機関とか拾うんだ 要使这些東西 だから 濡れてもいい靴 で行った方がいいよ 你要買一雙 準備一雙可以踩濕的鞋 じゃあ 長靴かなんか買わなきゃ 一定要去買上長靴了 あと掃除するたら ゴミ袋と手袋ですね 提到了第四個選項 是不是呢 说我们已经有三了 那四和三之間必須要排除一个了 那我们是不是买个垃圾袋 或者是买戴个手套去呢 そういうのは サークルの方が用意してするから 大丈夫だよ 这些东西呢 サークル準備了 所以第四个選項也可以排除掉 那么我们就剩三 这一个选项 那么 听力当中 我们会发现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四个选项 一一都会提到 但是一定会给你一个排除的机会 好 我们继续往下面听 这里呢 也是四个 而且非常像 都是关于教育政策的 第一个呢 是教育政策と 経済教育化 教育政策和经济效果 以及教育政策的国際比較 国际比较 还有那三 日本の教育政策の課題 关于日本教育政策的课题 四 日本の教育政策の歴史 日本的教育政策的历史 能是什么样的一个题目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 六番 男の学生が女の先生に ゼミの発表テーマについて 相談しています 男の学生は どのテーマで発表しますか 来月 ゼミの発表が回ってくるんですが テーマをどうしようか 迷っているんです 確か 教育政策に 興味があるんだったわね はい それで 教育政策と経済効果という 新聞記事を見つけたので それを取り上げ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が なかなか面白そうなテーマね でも まず教育政策自体について調べる必要があるわね 日本の教育政策について調べて それから いくつかの国と比較したら 例えば アメリカ ヨーロッパ アジアから 数カ国をピックアップして うーん 国際比較ですか やってみたいですが 難しそうです そう じゃあまず 今の日本の問題点を調べて 解決策についても 検討してみましょうか 本当は過去の流れも踏まえて と言いたいところだけど 今回は時間もないし 分かりました がんばります 男の学生はどのテーマで発表しますか 他の問題是 男の学生はどのテーマで発表しますか 四個選項 每一個都起了 然后每一個都有他的理由說明 最後他選了一個 我们来一起看看 他選了是哪一個呢 そうな 男の学生が女の先生に ゼミの発表テーマについて 話相談しています どのテーマで発表しますか 来月ゼミの発表が回ってくるんですが テーマをどうしようかもよっているんです どうして哪個テーマの 我很迷惑 確かに教育政策に 興味があるんだったわね 我記得你好像 对教育政策很有兴趣来着 はいそれで 教育政策と経済効果という 新聞記事を見つけたんだので 好 这个選項提到了 说呢 我看到了这么一篇新聞報道 叫教育政策和经济效果 それを取り上げたいと思うんです 说那我想写这个 那么 第一个選項对不对呢 听老师的说法 なかなかおもしろそうなテーマね でも 有でも 我们就知道前面一个选项肯定不对 转折了 就是老师不同意这个选法 でもまず 教育政策自体について で調べて 調べる必要があるわね 你首先 国際比較ですね 提到了 第二个选项 国際比較 那对不对呢 やってみたいですが 但凡有转折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肯定是不对了 難しそう 所以 他觉得太难了 也不想做 第二个选项又排除掉了 そう 这样啊 じゃあ まず 今の日本の問題点を調べて 解決策についても 検討してみましょう 要不然你就想讲 最近日本的教育问题吧 然后你找到一些问题点 给他一个解决政策 本当は過去の流れも踏まえて と言いたいところだけど 今回は時間もないし 这里又是 第三个选项 就是 刚才我们提到的 现在的日本的政策问题 他没有排除 那第四个选项 有没有说到呢 有 過去の流れ 也就是歴史の問題ですね だけど 但是 今回は時間もないし 这次没时间 所以第四个选项 也排除掉了 那就剩第三个选项 说说日本现在的 问题点 まずですよね 这是我们的提示词 我画出来的 都是我们的提示词 が けど 还有之前的那一页上面的 でも 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提示词 转折后面 都是我们的提示词 要么呢 提示了正确答案 要么呢 是否定了 前向的这个干扰选项 所以呢 提到干扰选项的时候 你不要急听 有没有我们 类似于这样的词 听到类似这样的词 即便你后面这句话 没听懂 你可以大胆的 把这个选项排除掉 比如说他先提到了 経済効果 然后后面 你在说什么 有点没太听明白 但是我听到了 但是我听到了 可以排除了 然后就去听下一个选项 还有没有类似的说法 下面说到了 国際比較ですが ですか やってみたいですが 听到了が 又可以排除掉 然后第四个选项呢 過去の流れ 这是历史 能不能用呢 だけど 好 又可以排除了 所以呢 听到转折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要么它就提示了 我们的正确选项 要么呢 就是排除了 我们的干扰选项 所以呢 这种时候 即便没有听懂 前后项在说什么 我们依然可以 大胆的进行选择 好 我们再来试一道题目 我们看这道题目的选项 是跟钱有关 一万八千 两千 一千 一定是算 让你算的题目 看这种题目 不要慌 算的题不会很难 肯定不需要用计算计 马上新算 就能算出来的题目 这道题目 到底在说什么样的钱呢 我们来听听 八番 电话で 女の人と男の人が 話しています 男の人は ホテルに キャンセル料を いくら払わなければ なりませんか はい 北国ホテルでございます あの 明日の予約を をお願いしてた山田ですが 休養ができて キャンセルしたいんですけど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山田様ですね 1万円のお部屋を ご予約ですね はい そうしましたら そうしましたら 所定のキャンセル料を 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りますが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えーと キャンセル料は キャンセル料は 確か10%でしたっけ いえ いえ あのー ご連絡なしの場合は 全額 ご連絡いただいた場合は 当日が80% 前日は 20%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えー 痛いなぁ あ お客様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前日の 午後9時以降に ご連絡いただいた場合は 当日の扱いとさせて 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した ただいま 10時を回っておりますので え なに もう当日扱いになるの それはひどいなぁ 誠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お送りしたパンフレットに 明記しておりますので そうか しょうがないな 男の人は ホテルに キャンセル料を いくら払わ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好 这是一道数字体 每年考题当中 一定会有一道数字体 要么是時間 要么是前数 要么是人数 总共会一定有一道数字体 那么 这道数字体 它是怎么说的呢 它说 它在取消这个定的宾馆 那么最后要收掉 多少的取消的费用 按照一定比例来的 那么 它每个数字 其实呢 都提到过 只是呢 是不是这个数字 你就要进行一下判断 首先 一万元 是我们最早 可以排除掉的 一万元 它不是这个数字 一万元 那是他要付的房费 那么 原来预定的是一个 一万元的房费 我们边听边来判断 再来过一下 8番 提到了1万元 但1万元说的是房间的费用 他说我们按照规定要收cancel料 男生说我记得好像是10% 那么1万元的10%就是1000块 是不是这个数字听女生的说法 他提到了三个数字 联络なしの場合は全額 也就是1万元全部收掉 然后有联络的时候 当日は80% 前日は20% 这里三个数字都提到了 那么这男生应该是扣掉哪个数字呢 继续 说了一句话 已经是按做当天来对待了吗 他不是说前面一天20% 然后当天是80%吗 他说已经当天来算了吗 为什么呢 前面给大家一个说法 说我们按照规定 9点钟以后就算当天的了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10点钟 那只能按当天来算 所以呢正确的答案就是8000块 我们来看一下原文是不是这样的呢 说呢电话里在关于cancel料在说 那到底要付多少钱呢 前面这里说啊我是谁谁谁 预约了明天的房间 现在要取消 嗯 可思考りました 山田様ですね 1万元の部屋を予約 ご予約ですね 你约了一个1万元的房间 はい そうしましたら所定のcancel料を 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りますが よろしいですか 好 我们要收取消费用啊 えーとcancel料は確か10%でしたっけ 我记得好像10%那就1000块啊 是不是呢 後面说 えーあのー ご連絡なしの場合は全格 連絡いただいた場合は当日8% 前日は20% 就当天1万 然后呢 当天如果没有联系 就是全收1万块 当天联系呢就是8000 然后如果提前联系呢就是2000 哎 痛いな啊 真是太多了啊 お客様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前日の午後以降にご連絡 いただいた場合は当日の扱いと させていただおりました ただいま10時を回っておりますので その面白い所は前一天的5時以降 他这里写错了 不是下午以後啊 是5時 9時以後 9時以後 并不是下午以後 应该是9時以後 9時以後的话就算当天 那现在呢已经超过了 10時10時を回っています 所以呢 如果这里没听懂 后面男生又说了一遍 もう当日扱いになるの 已经算当天了 それはひといな 他说我们给你的那个パンフレット 上面写得很清楚啊 那个小手册上写得很清楚啊 那他说そっか しょうがないな 那也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要付的就是 按照当天取消的费用 所以要付8000块 数字题呢 是每年必考的一个题目 那么数字题的时候呢 他不会给你特别难的算法 只是呢 你一定要听清楚 他到底按照什么比例来算 像我们这条题当中 每个比例都提到了 那你要一一排除的办法 是这个呢 就留下来 不是这个就先排除掉 然后如果有回头再选的话 再回来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想法 可能说 2000块 那是不是对了呢 不对 他后面说 不好意思 你现在已经算当天了 所以又回到了8000块的时候 所以呢 你就听的时候啊 一定要在 いわ后面 标一个 なし 連絡なしですね 然后呢 在8000后面标一个当天 在2000后面标一个前天 然后那个1000后面 可以最先排除掉 因为这个很简单 所以呢 他回头再说到 とおじつあつかい的时候 你听懂了 とおじつあつかい 但是你忘了当天 到底是多少钱 也是没有用了 前面就白听了 所以呢 听的时候要顺便 把你听到内容 标在相应的选项的后面 这是第一题的一些做法 就是听到什么 记什么 并不是盲目的去记 这四个选项 你分别听到了 相关的信息是什么 标一个关键词就可以 你自己能看懂就可以了 那么回过头来 再进行选择的时候 不至于你忘了选项当中 到底跟什么是相关的 好 这一课上到这里 休息一下